我本是男儿郎,又不是女娇娥,为何? 小豆子刚刚在霸王别姬中唱完这句词,一年后,一名叫金星的男人,决定摇身一变成为女娇娥。 开始不一样的人生,当初还是男儿身的金星,为了拿到美国绿卡,曾经和朋友的女朋友肯波林领证结婚。 他们离婚时,肯波林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,金星的人生经历有多么传奇,你且听我慢慢来说。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金星拿奖无数,遗憾的是他始终不认可自己的生理身份。 那时候,大多数留学生在美国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,因为当地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,即便是租房都有很大的负担。 金星的朋友艾利克和他的女朋友肯波林也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。 下方,金星的证件即将到期,为了继续留在美国深造,他半开玩笑地对小情侣说,不如你们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,这显然是个好办法。 不过金星也提出了一个常人可能难以接受的条件,他希望可以和肯波林在美国注册结婚,以便自己能够拿到绿卡,继续留在美国。 让人没想到的是,艾利克和肯波林居然同意了,艾利克和肯波林都和金星很熟,他们知道金星打心理把自己当女人看。 肯波林和他有一个名义上的婚姻,并不会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。 于是,金星和肯波林高高兴兴地去领了证。 艾利克还当了他们的证婚人,一石二鸟的方法解决了三个人的燃眉之急。 金星和肯波林的纸面婚姻一共维持了十年,直到2000年才结束。 1990年,金星结束在国外的漂泊,回到中国。 那时候,旁人还不知道金星有个变成女人的心愿,他原来的所属单位,还希望他能够回来就职,给出的待遇也相当不错。 仅依欲识和做真正的自己,两个截然相反的选择摆在眼前。 金星毫不犹豫地走了后面这条路。 他对旁人说,大不了到时候我去山区支角,一辈子教孩子们跳舞也行,人人都飞翼着金星的异想天开。 可想而知,那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 可是金星全然不顾,他开始努力攒钱,只为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,钱总是能赚到的。 可变性手术,毕竟是一场风险数极高的博弈。 发生什么三长两短,也是很有可能的。 在手术之前,金星完成了一份一千多题的问卷。 院方说要拿到八十分以上,才能够为他进行这个手术。 金星最终得了九十四分。 在十六个小时的漫长手术中,金星从他变成了他,成为女人之后。 金星的舞蹈事业并没有像原先预想的那样受到影响。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,一步步站稳脚跟,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和肯波林的那一纸婚书,也被他忘到脑后。 直到两千年,正在泰国演出的金星接到一个火急火燎的电话。 电话那头肯波林着急地说,金星你快回来,我怀孕了。 为了拿到美国绿卡,和朋友的女朋友假结婚,结果这个女孩怀孕了,这可怎么办? 对于两千年得知这个消息的金星来说,他简直不能再开心了,他马不停蹄地收拾行李,飞往美国。 再次见到金星时,肯波林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。 一是和金星假结婚这十年来,他和男朋友艾莉克的感情并没有因此生变,如今他还有了男友的骨肉。 二是看到好友金星终于如愿变成了女人。 昔日风度翩翩的小伙子,如今已经是窈窕动人的女子。 当初金星因为变性,备受质疑和诽谤的时候,肯波林是少受权力支持金星的人。 他曾经对低落实的金星说,你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,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,过自己的人生,不要被别人的言行左右。 他还经常和金星一起分享作为女性的生活心得,给好闺蜜实质上的建议。 回到美国之后,金星麻溜的和肯波林离了婚,并且在肯波林和艾莉克结婚时充当证婚人。 恢复自由身的金星也开始追逐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在和肯波林的假结婚之前,金星也有过几段情缘。 当然,金星交往对象都是男人,那些男人依旧把他当成同性看,这让金星觉得多少有些不舒服。 和肯波林假结婚之后,金星遇到了一位粗犷的农场主,那时候金星待在情人的农场,过得不亦乐乎,连跳舞的梦想都丢了。 之后,这位农场主主动闪断了和金星的情感,他对金星说,不能因为我耽误你一辈子,你会恨我的。 紧接着,金星遇到了一个渣男,当金星碰然心动的时候,朋友却告诉他, 你不知道这个人早就有家事了吗?他最大的孩子都快上大学了。 金星风风火火,冲到对方面前质问,可那个男人说,我遇见你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爱情,你也知道我的情况,一年回不了家几次,跟老婆根本没感情的,我只爱你。 这样的说字,并不能让金星满意,他们当下就分了手。 几个月后,金星和这个男人在一场派对上重逢,对方又说自己已经离婚了,金星才和他就情忽然。 当然,什么离婚都是假的,金星被骗了。 被拆穿之后,这个渣男就变了一副面孔,对金星大吼大叫,金星,你是个艺术家,就不能洒脱点。 我年纪这么大,叫我怎么离婚,现在是分居状态,你理解一下吧。 金星哪里受得了这个,回对了一句滚,便离开了。 真爱到来的时候,金星已经37岁了,毕竟在普通人看来,拥有这样人生背景的人,不然是潇洒做自己的典范,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。 金星如今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挣来的,他在感情之路上磕磕绊绊,却没有停止自己对舞蹈艺术的追求,做到了足够优秀,才能打败所有的窃窃私欲。 但金星也是幸运的,在他决定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,身边还是有许多支持他的力量。 试问,养了20多年的儿子,突然决定变成女人,你会怎么想? 和其他人的诧异,反对甚至奚落不同,金星的父母非常支持他,他们似乎早就知道儿子跟别人家的不一样。 听闻金星要变性,父亲还感慨说,这就对上号了。 在金星的自传中,他说自己从6岁开始就一直希望变成女孩,无论是年少时的懵懂,还是变性的心路历程,都被他写在自传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以当年的医学水平,金星勇敢踏出这一步,是需要承担多大风险的。 手术过程中,金星经历了四次大出血,他的左腿还因为护士在手术过程中的疏忽,差点没了。 当时金星的左腿被压在医疗器械下面,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没有移动过。 术后,他的左腿小腿肌肉到脚趾尖神经全部坏死。 医生告诉金星,这条腿几乎不可能恢复原状了,就算真的恢复了,也可能落下终身残疾。 难道上天是要金星以不能再跳舞为代价来换取理想的身躯吗? 金星是个不认命的人,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,从一开始只能拄着拐杖走,到完全恢复,能够在舞台上继续翩翩起舞,堪称奇迹。 他终于能以一个女性的身份继续乘风破浪,与此同时,幸福也悄悄临近。 在一次旅途中,金星和德国人汉斯在飞机上相识,因为两人的位置变隆,金星对着这个陌生男人开玩笑,说他们俩坐在一起有老夫老妻的感觉。 就这一句话让汉斯动了心。 那时候汉斯对金星的过往一无所知,当金星将这些经历全盘拖出之后,没想到这个老外没有被吓退,反而坚定了和金星在一起的决心。 他们结婚,领养孩子,和其他家庭并无二致,只是少了一个婚礼。 后来为了孩子的学籍,金星二话不说,和老外汉斯办理了离婚,毕竟那张纸对于他们的感情来说并不重要。 离婚之后,他们依然甜蜜如初,等孩子们的学籍问题解决之后,汉斯和金星补上了一个婚礼,轰轰烈烈,幸福无比,人生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,到头来守住自己的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 不只是对别人的真心,还有对自己的真心,人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时代、社会、他人的目光裹挟着往前走,能坚守自我的人少之又少。 无论是多么尖酸刻薄的评判,披荆斩棘而来的金星,让人们看到了什么叫无所畏惧。